好,看是不是都好了 如果没有问题,我们继续了 我们接下来要讲课前考试题 讲课前考试题,我再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你看这是我们计划写的书籍 让你们看看咱们别的同学 这也是咱们老师带着同学要写的书 这些同学大部分都是加构师班的学生 他们争相恐后的要写书的内容 我们大概也就五六月份就要写本书了 这全是大规模集群的书籍 甚至还有18岁的同学 已经找到工作了 14400块钱 同学们要加油啊 很多人去里面认识他吧 有人叫许种许种什么的 这个大家觉得有没有用处啊 这个很有用处啊 好 我们来讲Linux 第一天入学考试题 大家都做完了吗 这个题 来做完的 最后一道不算啊 差不多都看完的举个手 我看有多少 还有没看的 这比我中学 很好 你看 前11道如果你不能都打对就拆鸟 我腰轴 有点高是吧 你看什么 鸟哥那都白看 没有 鸟哥全看完 这道题你就答不对 我就敢这么说 是不是 肯定的 你要低于五个 就属于不了解Linux了 好 我们把这些题给大家讲完 这些题讲完 你们的能力就上升了 第一个 我这个速度不快吧 好 大家在工作中 几乎所有的操作 都是在这样的命令行体词下完成的 以后你玩Linux就面对这种环境了 看起来扣招实际上很有趣 在这个命令行当中 这个位置是什么 它是当前登录的用户 圈A是属于一个分割 Otoboy呢 主机的名字 这个位置呢 这个位置是当前的工作路径 波浪线表示加募 警号 警号是管理员Root的提示符号 就表示是管理员 你可以在旁边输入命令了 令人下面操作命令的语法 看这个吧 我们操作命令 看这也行 又命令参数选项文件或路径 这么一个用法 其中 这个位置 至少有一个空格 这个位置 也要有一个空格 至少有一个 多了可以 不能没有 一个路径之间 不能有空格 中国号 这是可选的 什么叫做参数选项啊 就是一个命令 它的不同的功能 我还可以删文件 我还可以改文件 我还可以看文件 这就是不同的功能 放到一个命令里边 它就不好区分 对不对 它就用 参数来实现 然后一般文件和路径 就是你要处理的文件 你要处理的路径 你要切换到的路径 好 这就是这个 预法 看这地方有不理解的吗 这地方有不理解的吗 没有是吧 OK 非常好 如果 我这一个命令 有多个参数 比如说这个R 你就可以连在一起写 这是一般情况下 但是一般的要带个杠 带个杠就表示接参数 然后一般这个功能 都是那个功能的一个英文的说写 一般啊 好 那我们了解了 我们就来玩 Linux 第一个题 创建一个目录 大家知道Windows 它的目录结构 打开一个 打开一个 然后鼠标点上 你看 它是 D冒号 反形线 然后再打开 它是反形线 风格的 对吧 这头是什么呀 开头 盘幅 盘幅 那Windows有几个这样的盘幅啊 看你分那个 你分几个区 就是几个盘幅 对不对 Linux呢 就一个分格 Linux就一个 Linux的顶点 就是 这么一个写线 没有 C D E 这样的分区 好 这是第一点区别 第二点 Linux的 路径 是斜线 风格 斜线 风格 Windows是 反斜线 风格 反斜线 风格 这能记录吗 好 我懂得 可以举手 说啊 我最不喜欢 你做南国先生 什么意思 烂于成数 不懂 装懂 事到五个月之后 别人都拿offer了 老师 我也想拿 找干什么了 不努力 学习期间 不要不懂 装懂 实在实在 不懂的 你客厦 找读长 找班长 给你讲 我们上一个班 就有一个人 连续被五个人 讲 把你给 讲破了为止 你不会是吧 好 从头讲 来 你给讲 讲一遍 老师 我还不太多 来 你再给讲 再讲 只要你想听 就一直给你讲 讲破为止 创建目录 创建目录的汉语是什么呀 创建目录 对吧 英文呢 make D-I-R-E-C-T-O-R-Y 这是创建目录 这是一个 英文 好 老外很聪明 太长了呀 子流 D-I-R 然后把 E给去掉 把K给去掉 往下连上 这就是创建目录的命令 好 我们在Windows下 创建目录 咋玩啊 右键 右键 新键 对不对 比如说 创建一个28 创建目录 复杂吧 你要点几下 你看 1 2 3 然后再 7个名 复杂 Linux 超简单 MKD-I-R 要不要空格 要 OK 直接接Date 就成功了 这就是创建目录 创建目录 创建完怎么看呀 L-I-R-S 对 L-I-R-S 一般我们习惯于用L-D来看 这样比较精确的 只看目录 只看目录 这个是目录的 名字 这是目录的什么 属性 什么叫做属性 就相当于你的身高啊 腰围啊 三围一样 人的属性 身高 三围 有没有结婚 手机号是多少 这都相当于人的相关信息 文件的相关信息就是 创建时间 大小 属于谁 什么权限 什么类型 这块没问题吧 好 你看一下我们Windows创建 它实际上是 比如说我要想来一盘创建个目录 是不是先点进去啊 然后在右键 那我们现在的创建是符合这个规则吗 不是 我没进去直接创建了 那我们也可以这样 用CD 切换到 根下 然后我再创建 对 是不是已经有了 然后会什么 会有提示吧 提示你不能创建 因为这个文件已经存在了 刚才我在Windows下面也有这种情况吧 我再创建一个 28 你看它提示存在了 你要不要覆盖 也会有类似的问题 第一期 把这了 我们其实也可以 cd 跟 然后来个分号 然后再这样 再可以 分号的作用是 把两个命令 在一行 分割开 好 这块 应该没有不理解的吧 我们来一个命令总结 好 离你残用命令有多少个 残用命令150 残用命令150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今天我给大家至少要讲20个以上 也就是说 八分之一 讲完了 所以大家认真 认真学 仔细听 不要闭眼 第一个 第一个是 MK K.2 它是 创建目录 然后学习要给例子 最佳的 MK.2 它是 然后学习要给例子 下 创建 date 目录 第一个命令 第二个命令 Ils Ils 就相当于 我们进去一个目录 看目录内容 这么一个功能 我们在Linities里间 也可以 比如说 Ils 是根 它就看根的内容 但它没有进去 Ls是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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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或文件 它的例子 它的例子 Ls 那你想列哪个目录 你就接哪个目录 什么都不列呢 什么都不加呢 就当前目录 当前目录 列 根 目录 下那个 这么写吧 好 那你看我Ls这个 是不是只有名字了 嗯 那我刚才这个怎么带来属性了呢 加坛数 对 参数 杠 L参数 L 不一样 注意 空格 空格 一般来讲 参数是放在命令的后边 放结尾 有的时候也可以 但不规范 所以 命令参数处理的内容 也可以不加 不加就是当前 当前目录 Ls有两个参数 我们刚才接触到的 杠 L 它的一万单词是 老 就是长格式 嗯 长格式 说白了 就带属性呗 还有一个 杠 D 对吧 好 LD 什么都不加 什么都不加 就是当前目录了 呃 我加个 Date 它就表示 只看你这个目标 这个目录的 属性 所以 所以 杠 D 表示 查卡姆 他的英文 Director 查卡姆 英文好一点 学计算机还是比较轻松的 Ls的功能很多呀 我们先讲这两个 看我理解没理解 不要死即硬背 多练 多练 多给别人讲 你就会了 我们长这么大 学汉语 是不是感觉没费力气呀 嗯 会的 你发现老外学汉语难不难 我跟你说 比你学英语还难 那你多聪明 你看 你连这么难的汉语都学会了 而且丝毫不费力气 什么原因 练得多 多练 在这个环境里面 咱们把你扳机氛围 自然就会了 好 第三个命令 CD 这是干嘛的 切换目录了 大家知道的可以一起互动 互动也加成你印象 它叫做 Change D-I-R-E-C-T-O-I-Y 什么意思 这个地方叫做改变目录 实际上就是切换目录 什么叫做切换目录 很简单 你从教室一切到去教室二 不就切到那边去了吗 再从教室二 再返回教室一 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 这就叫切换 那我们刚才说 CD 例子 CD跟就切到哪去了 你就切到跟下去了 比如说我CD ETC 就切到ETC向前去了 对吗 好 有关CD 有一个概念 相对路径和绝对路径的概念 把它记下来 把它放给大家 在Windows里边 可能有 有些时候你们不知道 所以 我其实你们都已经 做了 只是不知道 或者没有这样 没有这样提过 Windows的绝对路径 就相当于 从头开始 从E 或者从CD开始的路径 我们就要了 Windows的绝对路径 比如像这种 明白吗 所以什么叫做绝对路径 从头开始 的路径 对于Windows来讲 只有从 盘幅开始 那么对于Linux来讲 从哪开始 对 从根开始的路径 根 我们看一下 我们想看的文件 CAT ETC SYS Config Networks Create IFCFG ETH0 这是网卡的配置文件 咱们第一天讲的网卡 就改这个理念 你看它的路径 是不是 更开始的 对吧 那这个路径是 绝对 绝对路径 那我现在CDETC 这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 相对 为什么相对的 没动根开始 对 因为前面没有 没有根 就最开始 一定要有这个东西 才叫绝对路径 否则全叫做相对路径 比如说我们大楼的门 咱们这个大厦的门 一楼的门 入口 叫做根 我们把它定位为根 好吧 那 你从大楼上到老男 老男教育 教室二 这相对路径还绝对路径 绝对路径 你从教室二去了教室一 那你又下大门口 又下大门口进来去了 这个办公室 就是绝对路径 好 相对路径相对于谁的 相对于当前路径的 当前路径在哪里 这儿 在这儿 就在这儿 对 比如说我私立到ETC 我再私立到Times 还私立不了 私立到SYS 肯定格下 那请问这是相对路径还是什么路径 相对路径 相对于谁的 ETC的 好吧 所以要记得相对路径 绝对于这个概念 那我怎么看大前路径啊 PWD PWD 好 这个相对路径的概念 不从根开始 不从头开始的路径 这个头还是根 有一些同学还搞不明白相对路径 这个路径 好 我们再总结一个命令 然后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下 PWD 诶 看什么意思 骗我的 是骗我的意思吗 嗯 P-R-I-N-T Work或者Working D-N-R-E-C-T-O-R-Y 打印 工作目录 对 PWD 打印 工作目录 或者说叫做 显示 当前 所在路径吧 好 给大家三个分时间 讨讨论一下 相对路径和绝对路径 然后 两个人 互相问一下 或者三个人 这几个命令是什么意思 然后讨论完了 我们就休息 十一点休息 休息十五分钟 我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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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讨论